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4分钟落后的弗奈提克在野区和提姆雷奎赶架 奥斯卡扎克跳进去先把自己给送了 剩下4个人赶紧撤退 但是此时大木老师一惊提批 落下之后直接跑向弗奈提克众人 W挡掉列纳塔Q的同时还顶到了3个人 然后头也不回的再去追Humanoid Humanoid想做果实跑 大木老师一个大招直接空中拦截 AQA打掉半血后 眼圈也开大截了退路 卢仙走过来两枪点残 虽然Humanoid倒地前换掉了卢仙 但是已经没什么用了败局已定 这局大木老师的奎仓提太无敌了 有点慢啊 卢仙这边反手升降旗里滑了一套 奥斯卡瑞尼跳上来没有跳到卢仙 自己直被卢仙点死卢仙 一个A闪拉开到墙体的另一边 而且正面要被打出闪戒了 奎仓提又来了 开着急跑 把三个人顶到墙上 发条拉了一个大 伤害提路过 但是没有队友能够跟上他 俊从力的召唤在中 奎仓提把发条给拉下来了 发条再回到自己的高低上面 隔墙 眼却已经开始慢上来了 卢仙虽然没击杀 但他们都自己也要倒 那这样如果下路有限 是不是可以尝试一波了 小奶油闪现向前 EV2看得全场欢呼不断 在套博对战真妮的第三场中 25分钟真妮动手抓69 瑞兹开车 皇子穿墙 小奶油赶紧TP来救 森杨369死了 但好在临死前大半了伤害 小奶油TP下来 先杀堪尼亚的皇子 然后再把一挂给Key 超被飞过来一起吃爆炸伤害 两人被打跑后 小奶油直接跳跃加闪现 向前输出 打满爆炸火花 瞬间炸死Key加超位 这波闪现向前的小奶油 真是帅呆了 Key加毛孙超快的反应力 光速摸眼阿闪踢回一点的阿水 在真妮对着涛博的第二场中 29分钟真妮大优势推上高队 此时阿水卢先 溢上前想打一套先攻 但是Key加反应太快了 就在阿水溢上来的一瞬间 Key加摸眼阿闪直接就把阿水给踢了回来 超位沙皇推出大招 阿水瞬间被秒 ADC都没了 那涛博这团战自然也就打不了了 很快速的溃败了 然后真妮就这样一波结束了比赛 涛博野斗的操作秀 小天与Mako顶级预判 惊艳全场 在涛博对战真妮的比赛中 首先是定我场的7分钟 Key加来入侵野区 但是小天一点不怂 因为队友都在路上 于是小天先用猪头撞断暴女位移 然后甩出W直接预判闪现 就逮到了Key加 小奶由大招过来跟上输出 Key加就插翅难逃了 二段大招肩上Q直接斩下人头 当然除了这一波第一场21分钟 小天牛头的WQ闪逮超位也很帅 那看完小天 接下来就是Mako了 来到第四局的14分钟 Mako在上路打散Lyans牛头后 闪现普攻被滑板鞋大招救了 随后就拿所有人都以为Lyans可以存活之际 Mako直接一个巫师爷预判大招 就精准射杀了牛头 这一剑真的好帅呀 小奶由先推线先靠的 这一波Key加也不敢 直接打断 留住了 再交闪现 闪现打被动 阿卡丽要收头了 同时路线在侧边也对着动手 小奶由直接收过Key加的人头 你往哪里逃 太刹了被Key加一个八猫给拳打 牛头最后一下 还是用阿水一斧头 将棋砍掉 转到3块3 Key加的奎骚击 一个人顶4个人 关键时刻拯救真妮 在真妮那场TOP的决胜局中 30分钟 TOP趁着超位阵王果断 Rash大龙 就在这关键时刻 King的奎骚击扛起了重任 一个人顶在最前面吸引火力 面对4人丝毫不虚 WGQ3还砸回了两个人 与此同时 寒冰大招中阿水 笑天大招甩空气 小奶由切后排却盯着寒冰打 而奎骚击扛了半天还没死 反倒是五打四的TOP先倒了一个 然后会去拉扯中 会是拥有冠金皮肤的男人 一标下去扎掉阿水半血 马上给自己奶一口后 看准撤退的TOP众人 又是一标直接扎死了369 此时开尼要继续追击 走位躲掉水炮后 再来一标 笑天也被拿下了 剩下两人当然也是跑不掉的 佩子点过时绕后 封入了两人的退路 最终TOP五人全脑 彻底丧失了翻盘的希望 看看这个出没大招 脸太草丛 直接突突突 OK抓到一个落单的机会 带着战略剪的大龙 帮忙挡一下标 小奶油也来到正面 大龙速度确实不太快 Key马当结局挺到罗坑里面 阿卡丽已经准备尝试到后了 要面对你的双拳手 Jekon 哎呦 对手当一样两个 没事没事没事不错 逼住了位置 小天一个大招没甩到人 先逼下你的前排 Key现在好肉啊 大招直接带下39 怎么能先融化这个Key 没办法 打卡丽又被解决掉了 卡丽撒一个八猫 总拿走了双方打了包一换零 雷恨子被精灵球吸回来 可能要砸到战场中心了 大美看下Q一下 破坑一下 路纤还在输出 Jekon 的状态现在还不错 双方如果只能 又是一标 如果拉开了 拉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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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但是Jekon 杀上头了 Jekon 还是要走 要踢过来了 要踢了 小天要被留下了帮女 又是一标 扎死了对位 扎死了打眼 路纤还想输出 但是现在打不太够 伤害不够 配子已经绕后了 路纤现在已经空派 一直走无可走 只剩转左 把水想换 换不掉了 换不掉了 伤害真的不够啊 其实在这种绝境之下 涛博能找到这种机会 已经非常难得了 但是 真的这个阵容 已经没有太多的操作空间了 没有办法了 节目的最后呢 各位看看老爷都懂的 别忘了点赞 点个赞 关个住吧 我们相信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